欢迎收听coco早餐 等一下在8点到9点的整点新闻当中 除了看一看两岸之间 因为红习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不一样的发展的观察焦点之外呢 我们仍然要看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究竟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要真的请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方面的人士了 他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顾问 前任的副总经理杨显文 杨副总经理从内行的人来看 这件事情究竟跟人民的关系 跟权力的斗争是有什么样的纠结 而我们的权力的治理者又应该发挥什么样的领导 来把这些纠结解决还给人民平易的菜价 而且质量非常好的这个蔬果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让农民能够受益 此外八点半到九点我们来 我倒不是很想批判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上报的主笔李豪仲先生要跟我们谈 国台办为什么接管了台湾媒体主跑大陆红旗会 究竟这个背后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也希望北京这个国家能够进步 好 现在再来看的当然是今天很多人讨论的重点了 今天的那个苹果日报头条终于李妍景这个已经进入那半了 今天的头条还比较有一点点这个某种程度的人情味 这个女孩子其实她小的时候她是好像是被面容室遭遇到某些伤害 所以呢她小时候呢就被家里人啊 那就给这个是送出去了啊 她是在大概这个很小的时候啊 那这个被被毁容啊 呃才四岁 妈妈惯她抢捡 虽然救回一条命 却被爸爸丢到了御幼院去 这个好像那个电影呢 你知道嗯 其实Coco Snell啊 就是Snell的这个创办人啊 这个Coco女士 她跟她的妹妹啊 两个人也是 因为家庭很贫困嘛 那她的妈妈过世之后呢 爸爸就把她送到游幼院去 而爸爸骗她说 因为他们是法国人嘛 爸爸就骗她说 等我去赚了一些钱回来啊 我到美国去赚钱 等我赚钱回来 我就来把你带走啊 你跟妹妹带走 就不两个人就哭哭啼啼 后来呢 才发现原来爸爸是令姐习婚 去娶了别的女人 有一次呢 这两个这个姐妹 尤其姐姐在孤儿院里面出来活动 看到爸爸原来就在 他们居住的邻近的乡镇 跟一个新婚的太太之外 还手上抱了一个 一位这个刚出世的娃娃 然后还很这个非常的 幸福喜爱的样子 那所以很多的事情 你大概有点无法想象 可是真的发生了 这个被丢到育幼院的 这位小女孩呢 她爸爸把她带到一个地方 去吃意大利面 没想到不久 她就被美籍夫妻给领养了 她在这一对美籍夫妻的领养当中呢 她却过了一个幸福的生活 昨天呢 她透过苹果日报的即时报道 要万里寻亲 结果四小时后 她的哥哥就找到了 她很高兴 她说台湾永远是她的家 这个小朋友呢 她现在已经长大了 她叫做杜明叔 妈妈为什么要强惯她 这个是强检 她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爸妈妈感情不好吧 出院以后呢 这个她听说 妈妈其实在强惯她强检那天 自己就已经自杀死亡了 这个亲生了 我们在电台节目应该这样说 11岁那年呢 她就回了家一下 那之后 这个 她说爸爸带她去吃意大利面 然后就给了她一张妈妈的照片 然后之后就不见了 没多久她就被领养到美国 那 后来她 就是说她到美国 大概 十一十二岁左右 就暂时忘记了她的痛苦 你知道这一对美国夫妻 对这位杜明叔女士是多么的善良吗 她是美国的一位陆军 这个命女大兵 她曾经是 她到美国 在养父母 这个 福育之下呢 18岁之前 总共动了六次整形手术 矫正她的面容损伤 因为她是被妈妈强冠 这个强检嘛 所以毁容 是 到2001年的时候呢 她 就 接到了 表姐的电话 说外婆跟阿姨在找她 那 这个 双方就有联系了 那 这个 后来当然她就来找原生家庭 每个人都有她的姓跟不姓 昨天 这个 杜明叔 她找到了她的哥哥 那 这位杜明叔女士呢 当然今年 她也已经41岁了 她 结了婚 还生了两个儿子 这个 这个新闻我比较喜欢转述 那几天的那个新闻 这个曹小闹闹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从曹小闹中 大的 这个 就 就 就可能会比较 比较有一点相相当程度的 这种人生的磨练 那也很难讲谁 就是说谁对谁错 像最近有两则消息 平良心说这两则消息 我都觉得 政治人物的介入 其实 不是非常好 是 有一则消息 当然就是 就是 就是 连锦他跟他这个 问奖司机之间的问题 那 当然有人去介入 其实余天大哥 应该也不是恶意的 就是说 刚好他自己也是 民进党的新北市 党部的主委 可能就讨论的情况 就稍微多一点 或许以后他会比较注意一下 他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情境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 会不会 会不会 会被 会被更多的讨论 如果他 想得周延一点 可能就比较不会 受到这么大的议论 另外一个这个问题 那就是 这位面包师傅 跟这个 陈水扁总统之间的 这种纠纷 昨天我请 我们的制作人 陈秋如小姐 这个来跟 黄世福先生 这位年轻的 面包师傅来联系 他不太愿意接受访问 我不是想质问他 我只是想告诉他说 这个社会不是都 每一个人都在这件事情上 非常尖锐的对立 如果他 趁这个机会 他把他的面包 的这个小摊子 把他整理一下 然后回归到一个 比较 这个 就是说 守法的这个状态的话 也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 他去拍陈水扁总统 然后陈水扁总统的 这个两次嘛 又回应很强烈之后 中间就一堆政治人物介入 我也不懂 这些政治人物 你们在干嘛 需要这样子仇恨吗 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 跟高雄市政府的 国税局 也有一点点 就是很无奈 因为我昨天看PETD上的 那个检举的人说 是他检举的 他检举的之后 他跟国税局说 如果你们不去检 不去去查 我就跑到阵风市里面 去告你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你说国税局 不去查吗 因此有人说 那个 还有 钟小平跟我同事上的节目 他还痛骂 花妈 就说这花妈下令 什么恶毒 花妈不可能下这个令了 那问题是 这就是一个机制 就是某种程度的仇恨吗 但这位面包师傅 年纪轻轻的 他有他的信仰 那我也尊重 那 是年轻 大家不过就是讨饭吃 他也不是什么大的 这个面包连锁店 又不像五宝春那样子 一个月赚好多好多钱的那种 但我不是一直说 五宝春赚多钱 我是比喻而已 他也不过就是 就是摆个摊子 讨生活的年轻人 每天做面包 师傅还蛮累的 也就跟他沟通 沟通就原谅 双方 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原谅 不原谅 就双方交流一下 就算了 干嘛这样剑拔弩张呢 所以昨天呢 陈志忠还表现了 我长期看他来 大概是第一次 他表现最优的一次吧 我的感觉 就他至少他还 在他的电台节目里面 说希望大家不要 把这件事情 针对这位面包师傅 这才对嘛 那 我的妈呀 这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说 比较青蓝营的 政治评论的 这些新闻工作者也好 你打这个 你去跳下去 打一个小脑已经萎缩的一个 做监牢 做了好多年的总统 又有什么意思 然后 绿营的人 你去打一位面包师傅 你觉得自己 自己很高尚吗 好 我就讲到这里为止 好 最后一分钟 我讲了一下这个 洪习惠 昨天我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习近平 在东网上 他这个习近平昨天没有说重话 这个恐怕是国民党 深蓝派 统一派觉得有点 这个 有点失望的 但是不管怎样 昨天 关于洪习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洪习惠其实对洪秀柱来讲是失败的 就洪秀柱 洪习惠会结束之后 看起来习近平对于洪秀柱继续出任党主席都会有一点点没信心 为什么呢 昨天钟小平在新闻面对面节目公然的说 他觉得这个 而且他有消息支撑 习近平是认为 吴敦义会当选主席的 所以昨天的规格有点降低 而且就是习近平把握了第一次蔡英文上任之后 他跟台湾的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见面的机会 发表了他没有变的这种对台政策 反正就九二共识 这个一中一个中国 然后如何如何激烈反台度 这个没有超越以前的标准 但他没有讲重话 没有讲地东山要 另外刘文雄更有意思了 刘文雄说 是因为习近平要跟宋楚瑜在IPAC见面 所以就先见洪秀柱 给大家做参考了